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陶哥小声说一句能不能接着看电影 时间太那个了 坦定密码讲的就是有人放毒 故意放毒 而放的病菌其实是废数医 他是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黑死病的概念出来的 一个富翁 有钱有势之人 然后以这种恐怖主义的概念 为了地球去拯救地球的概念 他要杀掉一半 地球上一半人大概 最后他带那个病毒去了伊斯坦布尔 在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是三大洲交界的地方 亚洲欧洲非洲在那地方 他要放在水里面 透过水散出去 大概故事是那样 而他借助坦定的神曲 来表示这个地狱魔鬼在世吧 就其实是那样 而故事的梗概里面包括了WHO 而里面WHO的主管呢 是个女的 我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那个主管是个女的 那个女的呢 就跟这个女的正好对着 陈冯复珍 陈冯复珍是2003年开始 中共把他派到 在非典的时候 他是在 在非典的时候 他是这个 是在香港任这个叫什么医务的官员 卫生官员 那在香港死了299人 但是很奇怪 为什么把他推到 推进到这个WHO 那是前后的 当中共WTO得手之后 然后下一个主攻的目标 WHO 所以把他推进去的同时 中共在跟法国开始进行这个 有关病毒研究所的建立 当时是希拉克 是希拉克 希拉里 希拉克 应该叫希拉克 是法国总统 但那件事情遭到了 法国政府部门的很多人的阻止 所以政府部门不配合 具体工作人员不配合 这件事情就一直在拖 那那个电影 坦丁密码当中的拍摄的时间 正好是陈锋复珍 当时 后来 大概在07年 成为了WHO的总干事 WHO的总干事 是一个真正的一把手 还干到2016年 十年下来了 所以换成现在这个埃塞俄比亚人 这是很不 就是很不make sense 就是很没有任何概念 因为埃塞俄比亚的分量 跟他人口的分量 经济的分量 以及世界卫生 有关医疗医术方面 那尽管他是医生 那都是很明显 差着很大的距离的 那他跟欧美的医生 根本没办法比 那这是中共在其中 就是邪恶魔鬼事实般的崛起 人是无力抗争的 其实他应对的一句话 神战胜不了 这个人战胜不了共产党 只能与神同行 那是道理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看到WHO 我个人觉得就最滑稽 就是这张照片了 这张照片 这就是一个奴仆 一个卑躬屈欺者 见到这个主子 见到掏钱的人 就是这样 这个我觉得一点都不找钱的 那主子在见他的时候 就这么见法了 对不对 他主子命值钱 这个命不值钱 那坦定密码当中 讲述的故事呢 就是WHO的里面的总干事 最后还OK了 就算是一个 就算还是个OK了 但是很显然 与世界状况 世界卫生状况 直接相关的 WHO就扮演了 相当重要的角色 而且呢 他拥有相当的权力 在国际社会层面 拥有相当的权力 那现在的出现状况就是 就是这个 WHO已经派进专家去了 他说九号去的 但是呢 派进的专家 确实带有相当大的欺骗性 前往中国调查疫情 中共拖了两周 才批准派进 派进队武器 28号 WHO的人 跟习近平见面 那总干事 为习近平 就变成了 已经成为了 习近平的马仔 但是事情太大 就是整个影响 全球的事情太大 所以他无论怎么拖 只能拖下一些时间 就是拖给习近平一些时间 和在技术上 处理上的 屈从一种掩盖 甚至替中共国 去掩盖什么 但是事情的本身 他在这种夹缝中 这么来说 美国学者讲 派的部队不包括美国专家 大部分都是 日内瓦总部的人员 而在医学相关领域上 都是外行 那这种事情 如果这么做的话 这就是欺骗 他欺骗什么 他欺骗成了 如果习近平借助 WHO的总干事的安排 来表示自己是开放的 实际他是关闭的 那开放的说法 是WHO的人去了 可是去了一群看门的 对吧 去了一群吃饭的 去了一群拿钱的 去的都不是干活的 他想干 他不会干 这事就这么回事 他不会干 但是呢 他顶着毛 顶着帽子 都是WHO的 然后找了一个人顶 加拿大流行病学专家 及紧急状态专家 这个人担任对讲 布鲁斯 可是 美国的任何专家 却都没有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过敏 与传染病研究所研究员 盛宗梅 引述一位专家透露 派遣的部队是由 世卫组织 内瓦 日内瓦总部的人员组成 大部分不是医学专家 日内瓦的总部的人员 是什么人员 办公人员 对吧 说国务院很 我们几个例子 说国务院很关心 国务院很关心 哪去了呢 关心什么呢 关心这个 上海出现了流行病 那结果国务院办公室 人就下去了 国务院办公室 下去干嘛去 他会什么呀 对吧 道理 我觉得这个道理 就很简单的 但是人听的是国家关心 对不对 但你听起来是国家关心 大家听起来是那么回事 其实你听起来是那么回事 人本身就是个笨蛋 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回事 对不对 说这人怎么了 大便下不去了 因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毛壳没弄好 去后来派了专家 派专家干嘛 是口腔学的 这事 人说进出口都是一个部门的 事就这么办 所以这个办 这个作为我们 比如说我们都不是这行的人 人一说WHO 顶着WHO的名义去的 看门的遛狗的 对不对 那这事打扫卫生的 这都有可能 因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把成员们的名单 不忘外公布 因为他公布不了 所以WHO的总干事 就变成了习近平的助纣为虐者 现在 这是进一步欺骗国 欺骗全世界的人 这是美国过敏与传病研究所的 研究员的 这是专业人士拿到的东西 路透社 秘书长跟习近平谈过话 达成了共识 要派国际团队实力考察 拖后两个月 拖后两周 然后外界质疑 这对疫情的严控造成不利 美国的卫生部曾经拿出了一个13个人的团队 被他拒绝 美国公共卫生专家参与考察 之所以被外界聚焦 是因为P4实验室的问题 因为白宫已经成立了调查P4实验室的一个团队 这是团队成员 是否制造病毒生化武器 专家进入 共产党完蛋 中共政权完蛋 所以坚决不让进入 准备好一千万 一千个 一千个万人坑 那这个事他有没有准 他来不及 咱不知道 而美国之音讲说 世卫先遣队 世界卫生组织先遣队 北京的目的 寻求如何跟中共当局合作 还不是调查疫情 只是安排工作 听懂了 针对中共对疫情的反应 行动及时性相关战略问题 进行调查研究 他根本就不是处理这件事情 大家明白这意思了 那而 华盛顿油炮 则直接抨击 世卫在应对疫情问题上的失责 疫情已横扫全中国 而证据显示 中共却在进行极力的掩盖 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却是赞扬是透明的 创造错误的安全感 让他一个月内恶化成全球性危机 那也就说 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 针对面对这件事情 造成了全球危机 他是最主要的罪魁祸首 他误导了全世界 他利用手中的权力 去阻止真相的披露 世界卫生组织提供技术支持的 乔治成大学的全球卫生法律教授 这个人叫格斯丁 说我们被骗了 是为跟中共做出了错误的保证 把我们全都骗了 而美国外交委员会的 世界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忠 目前当务之急 是世界一流流行病专家 跟病毒学家帮助查明 有关病原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在政治上 应该是中立的 而知识上是专业的 那这一次世卫的表现 是令人质疑的 袒护中共引起民愤 超过三十万人让他下台连署 是 你让他下台没关系 他上来的目的 就是替中共去进行掩盖 换句话说 中共在建立P4的同时 就已经意识到 一旦出问题的时候 就一定让世卫组织替他来担当 所以才把这个陈锋复珍 跟后来的这个人 是给顶在前头 是替他们来遮掩的 所以罪恶的一切 就变成是习近平自己的 这些人都是助纣为虐者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呢 就在今天 他又向全世界发表声明 说呢 病毒已经构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 原因是因为 星期二 原因是因为呢 病毒已经在中国以外 本土化 香港出现了一个 类似03年的陶大事件 就是他整栋楼 出现了上百人被感染 当时的03年的陶大事件呢 当整栋楼被感染之后呢 对世界卫生组织定性 当时的非典的状况呢 起到了一个相当决定性的作用 就是把它成为了 就是非典病毒扩散 扩散到世界之外了 那是当时的 那这一次在 他有关定性是不是扩散到海外呢 他其中 刚刚 就是昨天的时候 世界卫生组织还说 没有发生陶大事件 他说完之后 这件事情 香港事情就发生了 香港那个事情呢 是11个人打边炉 吃火锅 在大年初二的时候 那也就是1月26号 那11个人吃火锅之后 后来又打麻将 打麻将牌 然后呢 这些人在不同的地方工作 昨天陆陆续续发病 其中有一个人带着病毒 结果陆陆续续发病 所以他大概掩藏了14天左右 而发病本身呢 又跟当时他们所住的那栋楼有关 有人说呢 是透过他的排泄 就是那个水道 下水道 排泄管道 这么上去的 因为里面是有这些气体的嘛 通过那样气体去的 但无论怎么样 现在100多人 在香港影响很大 所以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情 那现在的状况呢 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说 在全球各地 应该是包括韩国日本 特别是英国 美国都出现了病毒的本体化 就是这本地化 就是它开始出现第二代感染 那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也就病原体出 病原的概念 已经从中国本土出来 形象延续两天进行 药物开发等相关会议 世卫组织总干事说 对全球其他地方 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呼吁大家分享病毒样本 加快研究这个治疗 这个药物跟疫苗 疫苗不可能 要18个月一年半 根本不可能 对不对 那而你的做法的本身 确实替中共的摆概念 也就讲说 他的做法就是贼喊 贼喊捉贼的做法 他的做法就像当年 达基去说渡元席 谣言活众一样 他本身就是咬了 所以这个事情本身就成了这样的事情 他对400多个专家说 在中国境内死亡超过了1000人 确诊是在中国99% 那对其他地区构成严重威胁 目前关键的问题是起源 它的起源依然不确定 那你当遇见这样的官的时候 全都去掩盖的时候和吹捧的时候 而助纣为虐的时候 他的病原本身可能就是跟P4有关系 他就他自己就是一个掩盖病原的本身的主要的负责者 所以这是今天中国 我们作为中国人来讲感到大个的了 希望会议中得到成果 落实研究路线 研究员捐助者可以跟随 共享样本 什么团结团结 这个词就是放他个驴儿屁 这个词是共产党词 对不对 这就是放个驴儿屁的词 所以这是一个习近平 中共在建立P4的时候 买下WHO 所以坦丁密码的电影的故事呢 以另外一个角度 出现在现实的生活中 这是真的 所以WHO已经完蛋了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